2018年,某座发电厂的发电量超过了世界最大的燃煤和燃气发电厂发电量之河 这座巨大的发电厂没有使用有限的化石燃料 而是用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可再生能源,流动水源 绵延2.3公里的中国三峡大坝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而且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发电厂发的电都要多 那么,是什么能让三峡大坝产生如此多的电能呢? 水电站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 水电大坝的本质是一个巨大闸门 它让天然河水流通过一个叫压力水渠的大管道 湍急的水流流过压力管道并转动涡轮的叶片 这些涡轮与临近发电站的发电器相连 叶片的转动使线圈在磁场中旋转 从而产生稳定的电力供应 由于压力管道可以随时密封 大坝可以在暴雨季节阻挡住多余的水 并将这些水保存起来 带到干旱季节备用 这使水电站可以在任何天气情况下发电 同时也可以防止下游洪水泛滥 这些好处一直吸引着中国的湖北省 位于长江流域附近的湖北地区 在雨季长江水流最强的时候 容易发生致命的洪水 在此建造大坝的计划 将使这条变化无常的水道 变成稳定的能源来源 满足20世纪的供电需求 当1994年终于动工时 该计划算得上史诗级 大坝将安装32台乌轮机 比之前的记录保持者南美伊太普大坝 还多12台 这些乌轮机将为两个独立的发电站提供能源 每个电站连接一系列横跨数百公里的电缆 三峡的电力将输送到远至上海的电网 然而 这一雄心壮志的人力成本是巨大的 为了建造大坝的水库 工人们需要淹没上游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包括13个城市 数百个村庄 和1000多个历史和考古遗址 建设工程要迁徙约140万人 政府的搬迁计划被普遍认为不够完善 许多人反对这个有争议的工程 但其他人估计 大坝防洪所挽救的生命数量 将超过千席造成的创伤 此外 提高上游水位将改善河流的通航能力 增加航运能力 并将该地区变为繁荣的港口城镇 2012年该项目建成后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生产国 2018年 大坝发电量为1016亿千瓦时 足以为中国近2%的地区提供一年的电力 或给纽约市提供近两年电力 大坝发电量的确惊人 但就在两年前 一座规模仅为三峡大坝一半的水坝 实际发电量比三峡大坝还多 尽管三峡的规模创下历史记录 但伊太普大坝比它发的电更多 为了理解伊太普的性能 为什么优于三峡 我们需要看看决定大坝能量输出的两个因素 首先是涡轮机的数量 三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水轮机装机容量 这意味着理论上它的发电能力 要比伊太普高出50%以上 但第二个因素是 水流通过这些涡轮机的力量和频率 三峡跨越了好几个深谷 狭窄的峡谷中涌动着强大的水流 然而长江的季节性变化 使大坝无法到达它的理论最大输出 另一方面 伊太普大坝位于地球上体积最大的瀑布顶端 尽管伊太普大坝的建设破坏了这一自然景观 但源源不断的水流使伊太普大坝每年都能持续发更多电 这场大坝之争远未结束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阴家瀑布大坝等其他水力工程 也在争夺最强发电厂的称号 但无论未来如何 各国政府都需要确保发电厂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 和电厂产生的能源一样可持续 观看这些视频不断学习 别忘了订阅 永远不要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